聽說鐘哥為兩位來賓 安排了一家 台南最大亮點飯店 光是親子室內空間就有200坪 我的媽媽咪啊 這個怎麼能出過呢 我跟你講這個飯店不得了 這飯店整個一進來的感覺 就是非常的富麗堂皇 很氣派 很氣派 而且很乾淨 而且最主要它的空間感很好 對不對 但是現在因為這個疫情關係 我們來想量一下體力 好 來 像這樣 36.2 36.3 36.4 剛才在外面跳了跳 有點搭 就我剛才在外面跳的關係 我們那個攝影機要量一下 完了 39度 39度 那 提早收工 謝謝 歡迎你們來到我們現在 南台灣最夯的親子飯店 那不然我們去參觀一下 好 感覺很棒 空間感很大 這個採光 還有獨立的那個更衣室 更新的家更衣室很大 真的啊 你要來看一下這個 真的 在這個地方泡澡 是一個享受的地方對不對 對 這一張好漂亮喔 那你等一下 你躺一下 還是我兩人 你躺一下 你躺一下 很大 而且我腿都可以伸直 你可以 所以我跟他一起搏 對 雞湯 這空間真的很大 你看 我大 對 你可能是全家或是晴雨來 小朋友 對啊 就剛剛 而且我跟你講 剛剛上週有拿一個重點 就是如果帶小朋友來 因為這間剛好就是家庭房 對 所以它的空間感 就會比一般的房間還要更大 對 所以很適合帶小朋友來 對 重點是 它這個客廳多舒服 好新的 這房間真的好棒喔 這很棒耶 你看這附色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房型的採光 基本上是你這一整排 大概是180度的採光了 接下來我跟你講 會發現床是一個最重要的 沒錯 對 因為床對我來講很重要 因為 其實它的彈性 它的那個軟硬式中央 那你滾一下床吧 你真是試貨 你滾一下床吧 我老司機了 那下下這個給你滾一下 幫我滾一下床 今天要介紹這張床 對 跟這個情句 你會怎麼去呈現它 我這個呈現 我覺得像在這邊 我覺得你快要曝光了 對 我覺得是在這床床上面 晚上絕對不會失眠 這麼叫小玲姐姐要認真的床 讓人家好想跟你一起躺 不是 我是說 在寬闊的房型 光是視覺效果就非常舒服 再加上飯店 使用有保濕效果的冷氣 讓容易過敏氣喘的朋友們 就算長時間待在房間裡 也不會喉嚨癢癢不舒服 對於現在這種敏感時間 可以說是非常貼心的設備 最重要的是 這麼高規格的房間 現在這直周年慶 所有房價直接打兩折 活動直到2020的5月15號 大家快趁平日人潮不多的時候 去給它訂起來享受一波啦 接下來我們來去看看 這飯店最大的亮點囉 200坪的親子空間 讓小黎少中一進去就完崩啦 鐘哥很像爸爸帶著一群小孩 出遊 放電 媽媽滾 媽滾 她很愛滾 對 其實是很療癒的 哇 好大 Jungle 這個大大我也要來到湯姆熊了 你知道嗎 對 對耶 對不對 我覺得這裡設計得真的很像叢林 小朋友都會覺得很大 小朋友來到的地方就已經瘋狂了 第一個空間夠大 超高夠高 什麼東西都有對不對 妳來看一下 你看那個人又去 我今天要當工人 水電工 GoGo 妳有沒有人 好幼稚… 爸爸媽媽要帶兩個小朋友 來這裡 接下來這是你們最開心的 可以玩溜滑梯耶 妳看 不要看它這樣小小的 它其實很深耶 200坪的親子空間 真的就是不一樣 而且它防護得非常深 對 旁邊都是寶寶店 哎呀 這個挑高這個深度 讓大朋友小朋友來這裡放電一下 午都玩不玩啊 不怪是台南最大室內親子空間 太厲害了吧 不過既然都來了 製作單位當然也想放射法 要把大家的電力放光 嘿嘿 關卡來了 中哥少中穿上相撲裝 中哥鮪魚一對 小林少中一對 手臂上各綁五顆氣球 最快被捏爆的那一對 既有輸囉 輸架必須接受打屁股懲拔 認真點啊 六顆大哥 快點 快點 謝忠 謝忠 好慢喔 我一秒 好 準備囉 預備 GO 快點 快點 妳在收票 我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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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太太熟了 抓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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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畏玉姐結束了 他不可以 那你們剩你們兩個 剩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 算了 畏玉 看你了 畏玉 看你了 好恐怖 畏玉 看你了 好恐怖 畏玉 摔腳 畏玉 打出的 好恐怖 女生打的對不對 好恐怖 加油 畏玉還有一位 旁邊 沒輸了 太恐怖了 小林姐真不怪是健身女王 恭喜這一關要贏了 而輸家中哥和畏玉 就必須接受打屁股懲罰了 讓你們的體力耗盡之後 製作單位特別安排了 飯店內人氣最高的中餐廳 端出各式亮點菜色 還有古生湯品 阿鳥圍 這味道想死磨了唷 很豐盛 好想吃喔 是不是很豐盛 你看它的燒奶上面還撒金箔 撒金箔 來來來 很嫩耶 因為吃起來它那個脆皮啊 它的味道剛剛好 沒有油哈味 完全沒有 真的喔 是很清爽的喔 你真的很脆耶 它那個外面那個皮已經炸到 那個整個是酥脆 很酥 像餅乾一樣 然後你咬下去其實 我跟你講不用沾任何的醬 它本身一點淡淡的那個海鹽的味道 非常非常的好吃 然後那個瘦肉的部分 你會嚼 那肉的香氣會慢慢的散發出來 而且最主要是它那個上面脆皮之外 它中間那層那個油脂 它是Q彈的 所以它這個真的很棒 接下來這個鴨很厲害 鮮汁鴨 聽說蘇東坡 還特別為它寫的一首詩對不對 這個叫做 春江水暖鴨鮮汁 哇在這裡 你掛這個 好 好厚喔 可是因為它這是一個嫩鴨 對 它只有28天而已 28天而已 來切一下 吃一下這個鮮汁鴨 你一口咬下去 那個鴨油馬上滴出來 可是你完全不會覺得膩 它的鴨油是甘甜的 對 你那一塊那個油脂很棒 真的可以把北京烤鴨幹掉 它後面那個皮真的是好酥脆 最主要是它的油脂 它那個油的香氣 是鴨肉特有的香氣 對 真的很好吃 你看它的鴨 其實雖然是28天的鮮汁鴨 但是它的鴨肉還是很豐滿 然後它的 我覺得它處理得很好 是它把中間這一層鴨皮下的油脂 整個油脂都去掉了 接下來厲害了 這個烏骨雞湯 你看為什麼顏色會這麼黑呢 它裡面放了一個客家的老菜脯 鴨肉脆鴨 這客家老菜脯 這起碼都20年以上了 就是吃一罐就少一罐 所以這個有客家黑金之稱 我跟你講 這你喝下去 我跟你講你會蝕蝕得搭 它顏色好漂亮喔 因為我剛剛看到裡面還有蛤蜊耶 對 所以還有蒜 讓它更鮮甜 聞的都是那個蒜頭的香氣 對 最愛吃蒜 對啊 這兩個這結合 它就笑了 結合你的最愛 而且我覺得它的雞湯 喝起來有點像是雞精的 就是那種雞精的感覺濃縮起來 因為你每一口 你沒有那種水味或什麼 就是都真的是非常濃郁那一種 這一桌真的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太好吃了啦 如果你現在不想去外面用餐 沒關係 飯店也有外帶服務 讓你在家就可以享有一樣的美味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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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